白真喝了口桃花尿,冷笑道, 原本是我们族那一场比试, 这聂初营那么一说, 倒成了两族之间的较量了, 这八皇都这么看着, 凤酒不上也得上了, 这聂初营,我算是记住他了, 当我们白家人那么好欺负, 哲言笑了笑, 珍珍啊,这还处置一位东华帝君呢, 你急什么, 就看在小九时他的未婚妻的份上, 他怎么会干坐着, 白真瞟了一眼坐在高处的帝君, 冷冷笑道, 爹也真是的, 成大事的人都不要脸皮的, 看看帝君, 这聂初营也是一个臭不要脸的, 白只看净退两难只好硬道, 白亿, 让小九跟他过几招吧, 就算怎样, 还有我们待着, 白亿有了自己老爹的允许, 面无表情, 坐在他身旁都觉得冷, 将自己从容淡定的女儿喊了下来, 他那从容淡定的女儿拿出和须剑, 他不管能不能打得过, 至少输也不能输得难看, 当任于秒落打时, 是有帝君的帮扶, 月前还在反应骨伤了, 不管如何, 他还是那副庄严淡定的面孔, 眼神多了几分凌厉, 魔君, 请, 立台上, 常见游走间, 偏若金红, 宛若游龙, 偶有火花擦出, 十招中, 聂初营的铁卷搁在空中, 搁在凤九喉咙前, 凤九眼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终究是受过伤的人, 聂初营将近收回, 脸上是笑意, 终究是聂某高估了凤九殿下的剑法, 凤九也不甘示弱, 魔君虽然比我大了八万岁, 比凤九整整大了三轮, 但还是同辈, 凤九输了, 真是心服口服, 果然是要清秋女君的人, 还能攒出个笑, 一出营也不管他怎么说了, 反正他是赢了, 凤九殿下真是口齿伶俐啊, 不过成王败寇, 是聂某赢了, 凤九殿下也应该给聂某一个承诺了, 寒山真人忽然站起身来, 等等, 寒山真人一脸慈想, 是女娲娘娘坐下的仙者, 神族之人成婚时, 便要在寒山真人的婚步子上, 系上一笔的, 才真是成婚了, 清秋的殡葬礼鄙逝逝这个环节, 乃是新君夫妇共进退的一环, 魔君那么着急要承诺, 去世太早了, 白潜一拍手, 看向了自己老爹, 明老人家怎么忘记了, 小九这丫头早就和帝君有了婚约啊, 婚帖虽然没发, 但是来日后, 便是他的婚礼啊, 白纸重重地放下茶杯, 对啊, 帝君啊, 他刚要望向东华, 却不见了他的身影, 凤九也看向了帝君的座位上, 捏出银冷冷的, 聂某从未听过凤九殿下有王夫啊, 即使有, 在下也未必打不过, 请吧, 凤九撇了他一眼, 你还真的打不过, 所有在场的神仙都在等着凤九的王夫出场, 此时, 凤九的王夫从一边走来, 一身紫衣, 一头银发, 一张英俊冷漠的脸庞, 握着佛经在钓鱼时的帝君, 谁看破红尘万事, 活在三千幻境的, 如清握剑石, 眼神灵力, 好似能将人一朝至末, 咚, 八面四方的人瞬间跪倒, 白家人也纷纷站起来, 尊神不作, 谁敢坐下, 聂柱营像似于坐石雕, 东华看向了白家人, 做出了紧坐的手势, 顺便抬手, 让跪倒一片的人起来, 转身拿起帕子, 给他擦了擦汗, 安慰道, 早知道你要输, 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 干大事的人一向不要脸, 凤九接过手帕, 自己擦了起来, 小声的嗡铃一声, 有些不开心, 怎么就输了, 东华倒是真的不在意 他赢了还是输了, 无妨, 你休息休息, 我来解决, 凤九乖乖点头, 站在了一边, 内心不禁感叹起来, 找一个好的夫君, 别打倒什么魔君厉害多了, 凤九还颇为骄傲地, 看了看后面的白家人, 除了白衣外, 其他人都是一副好表情, 也不知他老人家, 是因为他打不过, 还是嫌帝君太过招咬, 东华看向聂初营道, 你觉得, 你能与本君过几招, 本来今日, 他是要来青秋讨一个承诺的, 想来肯定是要得罪人的, 但是得罪了自己也并非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他怎么想也没有想到, 得罪这东华帝君啊, 聂初营笑得勉勉强强的, 帝君真的抬举聂某了, 帝君比聂某大了几个洪荒, 怎么能算是同辈呢, 白浅忽然就没了刚刚的欣喜, 现在添了几分忧愁, 皱皱眉道, 他跟凤九之丫头比试, 他有他的道理, 如今帝君不能跟他比见, 也是他的道理, 真是厉害, 弄得帝君再欺负晚辈, 灭了青秋神族的名声, 还灭了帝君德高望重的名声, 真的是, 聂松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东华帝君是谁啊, 是一个对眉长开的小狐狸动心开花的人啊, 他灿灿笑道, 你们和聂初音一样啊, 真的是低估了帝君的脸皮, 台下观理台说着他们的看法, 台上的帝君是刚刚凤九那副从容淡定的模样, 他跳跳眉说道, 你说, 你同本君不是平辈, 我跟你为什么不是平辈, 所有人除了白家人, 凤九, 帝君都实话一动不动, 东华十分宠溺地看了看凤九, 然后立马变脸从容淡定的样子, 缓缓道, 小白是本君的帝后, 既然你说小白与你是平辈, 那本君自是可以跟了小白这辈分的, 所以本君与你, 为什么不是平辈, 既然你最新建树, 巧了, 我也是, 你我有缘, 开打吧, 白浅等人瞪大了眼睛, 连颂摇着扇子道, 果然, 果然东华还是东华, 白浅缓了缓对着连颂道, 三殿下果然了解东华啊, 帝君让了他三招后, 拔起剑, 一招之内, 就将聂出营的铁剑劈成了两大, 苍和正正停在聂出营的喉咙, 聂出营仓促逃走, 东华看着凤九挑眉, 最后凤九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大礼, 帝君的威名再次传遍八荒六合, 帝君和凤九殿下的婚事, 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 帝君如何宠爱凤九这位小殿下, 一时间也被说成了各式各样, 全部都是讲, 这东华帝君看见自己小娇妻受了委屈, 便为他出了头, 可见这帝君真心喜爱这小地鸡啊, 听说啊, 帝君看了孽出营母君, 唠唠叨叨一堆屁话, 忍不了怒气, 让了三招, 直接劈开了他的剑, 玩礼后, 凤九还像是个小娇妻一样, 挽着东华的手臂, 一家子人就坐在青秋狐狸洞中, 白衣脸上也见不得开心的样子, 淡淡的, 小九, 身为青秋地鸡, 东华的女君, 你还需要多多地修炼, 连同辈的魔君都打不过, 怎么能保护一荒子民, 乃至青秋的子民呢, 白衣道, 嘿三哥啊, 那你出云糊涂, 你也糊涂了, 魔族的部分从不是看血缘的, 靠的是拳头, 白衣哼了一声, 再怎么说, 小九还是败了, 凤九他娘看不过去了, 便道, 莫不是要小九厉害得像东华帝君那样, 你才肯罢休, 白衣看了看, 吃着帝君拨好的琵琶的自己女儿, 又哼了一声, 这丫头, 再被这么灌下去, 迟早, 迟早, 一时之间, 竟然还说不出迟早怎样了, 他夫君也找了, 还是一个鼎厉害的, 凤九这小狐狸纷纷道, 爹, 我又不是不用功, 我输了而已, 但帝君赢了, 到头来啊, 我们还是什么都没亏, 白衣喝了一口茶道, 好了好了, 小九是要用功, 但是他也努力了, 东华附和的点点头, 白衣道, 这婚礼的事情啊, 布置的都差不多了, 只是婚帖, 帝君拨着核桃, 眼睛也不抬一下, 婚帖交给丛林作弊好了, 白衣点点头, 嗯, 帝君有什么打算吗, 帝君看了看白衣道, 你讲的是婚礼吗, 嗯, 小白喜热闹, 来吃酒的人都来咯, 凤九推了推帝君, 但是你好清静啊, 帝君倒是道, 无妨, 你喜欢就好, 凤九害羞一笑, 白衣打住了, 哎, 不要在这儿跟你家帝君谈情啊, 帝君, 我说的是, 既然都能准备好了, 离婚期也有些时日, 我想带着胡后出去云游一番, 帝君拨和她的动作停了停, 嘴角勾出笑, 白纸, 这么些年故俱了, 你还真的一点没变, 抓紧了时间跟胡后去云游, 白纸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你将我看看三万岁的孙女拐走了, 我可说了什么, 胡后喝了口茶, 就算你说什么, 小九还是会跟着帝君, 白浅轻笑着, 一脸笑意看着凤九, 凤九被人盯得害羞了, 便红着脸道, 姑姑, 你又不黏着姑父, 白浅立马劳力一红, 小九, 我没有, 凤九笑而不语, 后来白纸帝君与妻子去云游, 凤九他爹和他娘便继续操持着婚礼, 凤九交代了米谷, 又搭一个小竹楼, 便和帝君回去了, 凤九自己坐在两风徐席的六角亭中, 看着画本子, 东华在厨房不知道捣鼓什么, 丛林走过也觉得够奇怪了, 帝君竟然没有缠着凤九, 凤九刚准备要找成玉再多拿几个画本子, 走过厨房去听见了丝的一声, 这一声除了帝君还能有谁, 他推开门就见到了那赤中带金的血, 两步为一步的走到了帝君身边, 把手中的画本子一扔, 抓起他的手道, 你在做什么啊, 把自己都弄伤了, 疼不疼啊, 一双明亮清澈的似水的眼睛看着他, 他不禁正了正, 不过他是谁啊, 撒娇装柔弱的老手, 他多了多嘴道, 本想试试做糖醋鱼, 你再反应骨骄过我, 可是呢, 昨晚想给你切个梨子, 天气干燥又冷, 给你热热嗓子, 谁知还切到手了, 凤九心疼又好笑, 你真是的, 我拿木芙蓉花糕给你涂, 你等着, 丛林从门外走过, 看见这一幕, 听见这一事, 心情又是放松, 又是感叹, 放松呢, 是知道帝君和帝后没闹什么别扭, 感叹呢, 就是曾经帝君只见舱盒, 征战八荒, 手握舱盒一挥, 万人便倒, 曾经这一双手, 不是手指舱盒站万里, 便是手握佛林, 冷漠至极, 要么便是垂掉岩箱, 制各种的东西, 直到他遇到了凤九, 不是抚摸他的脸颊, 只身子抱着凤九, 握住凤九的手, 便是为他做鱼, 补核桃, 琵琶, 切了一字, 这一瞬间, 帝君似不是什么活在三千幻境的仙了, 已是成了一个情种, 在夸张点说, 他是活在凤九的温软的怀里的仙, 为了凤九活着, 崇林十分欣慰, 他照顾了几十万年的帝君, 终于找到了一个对的人, 他放心得很, 因为凤九殿下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 也是一个值得帝君为他赴命的人。 请不吝点赞,